老街道 老建築和招牌上熟悉的文字 总能让我产生拿起画笔的欲望 尤其是在国外看到如此熟悉的景象 动听的历史故序 早期华人所建的屋子 和殖民时代留下来的建筑 衣宝还有一个美丽的称号 那就是九重阁之城 顾名思义这里的九重阁 不仅随处可见 而且特别漂亮 除了艳丽的九重阁外 在新街场的街道旁 还有这一道亮眼的彩虹 在旅行的过程当中 只要你用心去探索 你会发觉处处之惊喜 像我们现在来的地方是新街场 那这个地方呢 各位看看我背后 有一整排的彩色房屋 这让我们联想到什么呢 就是南非开普敦马来区的彩色屋 而且呢 刚刚好从地洞开始熟起 它的颜色排列竟然是 红成黄绿蓝电子 原来我发现的是一道彩虹 逐渐这些屋主 他们细心巧合的安排 彩虹屋无疑是新街场 最具代表性的建筑剧意 而在彩虹屋附近的项路这里 还有着更鲜艳亮眼的 陈徐符号 现在带大家来参观呢 是新街场 就是后巷的壁画 那其实呢 宜保这边跟冰城 桥之旭那边是一样的 这近几年相当流行的就是壁画 那我们刚刚其实沿路走过来 发觉呢 其实这壁画呢 这非常的多彩多姿 那其中呢 当然它还有它的这个含义在 那像是我们一开始呢 一进来看到的是一个 省虚采清的一个活动 象征的就是华人他们的文化活动 另外呢 走没几步就看到的是 马来人他们传统的骑马舞蹈 再走几步呢 就看到一个印度的女孩 跳着印度传统舞蹈 那接着呢 在这后头呢 也看到了一些像是中国的金剧 以及这个马来人以及印度人 他们的一些表演活动 那当然啦 对可以我来说呢 看这些壁画呢 你可以用最快速的方式 来了解他们的一些传统文化 另外一方面呢 这些壁画呢 也象征的这个多民族融合的国家 一种兼容并训的精神 活泼生动的壁画 从槟城开始 已经在马来西亚的许多程序 风行了起来 而这些能反映出当地生活概况的 艺术创作 绝对值得花点时间来细心品味 五个月前发现大事物第一次造访马来西亚 在外景的过程中 遇到了很多剧曲节目的观众 这次再来到马来西亚 在每天的行程中 一样深切地感受到当地朋友的热情与关爱 那来到这边呢 我们知道你们是当地人吗 对 算当地人吗 那有没有什么建议 说我们还可以去拍摄 去尝试的东西 土特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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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臭豆 臭豆啊 我们这里的人很多 马来人 印度人 黄人 通通也很喜欢吃 那臭豆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是一个豆类 豆类 那为什么叫臭豆 因为它吃过了 我们去上厕所会很臭 来到医保的第二天 我们索性就请在地的大哥大姐带路 一起寻找 具有当地人才具到的土特产 臭豆 最后来到医保呢 哇 很幸运的啊 就碰到很多热情的朋友啊 包括这位呢 钟小姐啊 应该叫你钟大姐啦 主要也是我们这个发现大宿的观众 那当时呢 遇到我们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啊 其实医保啊 有些东西呢 一定要拍 是当地啊 才有的东西 那其中有一样啊 就是叫做臭豆嘛 对 那一开始呢 其实我们在行程安排上 我们并没有要拍摄这个臭豆啦 不过子姨想一想 其实这臭豆呢 在台湾好像没有 所以呢 决定啊 要来找这个臭豆 然后跟了这个钟大姐啊 又联络了一下 钟大姐就很热心 她说啊 她要来带我们来找这个臭豆 那现在呢 哎 在我身旁的这个啊 就是臭豆了 那问问大姐哦 大姐平常这臭豆是直接这样生吃就可以了吗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生吃 生吃也是可以 拿来煮也是可以 是 土家里也是可以 哦哦哦哦 炒也可以 好 那说到可以生吃 那我现在就可以这样子稍微拔一个来吃吃看 可以啊 可以哦 可以啊 好 那我拔一个来看一看 好 吃一碗 因为其实啊 这个东西从外面闻不到味道 所以是里面这个对不对 啊 对 对 哎 好像味道有点奇怪了哦 很特别 不臭的 真的吗 嗯 所以说那外面不臭哦 所以咬进去才会臭 咬进去是 太不臭了 哦天啊 我要有一些心理准备哦 嗯 好 吃吃看 哦 臭吗 不仅臭 其实你这嘴巴会很臭 还苦苦的 会啊 会苦吗 嗯 这是苦苦的 你有吃一个看看 你有生吃过吗 有有有 要吃饭的时候一起吃 味道很奇怪 对啊 如果这样吃呢 就比较单调一点 如果有拿那个虾啊 还是鸡肉啊 还是虾米啊 它的味道会很不同 就调味过 对对调味过 会很好吃 那这样子好了 这个 有一个 不请就请 因为呢 我们有吃过生吃的嘛 现在还没有吃过他煮过的 那不知道大姐呢 今天呢 下午啊 行程安排 没有空 要啊 我们想说呢 到你家去做客 可以 那可以麻烦你帮我们料理一下 这个臭豆 没问题 对 那料理臭豆是不是还要准备 什么样的东西 啊 还要 还要准备一些料理 哦 那我们要去哪边 可以买吃 可以在市场 哦 市场也是 好啊 那也麻烦你带我们去市场 我们备料好吧 备好之后啊 好 到你家去做客 好 品尝一下这臭豆的料理 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滋味啊 那我们现在就在这边 先买臭豆 臭豆看起来不臭 吃起来呢 果然很臭 跟榴莲比起来呢 是不同的臭 跟辽活的臭鱼匠相比呢 也是不同的臭 不过令人期待的是 煮熟的臭豆 到底 有没有想象中的臭 刚刚我们开车呢 要前往这个市集 不过途中啊 看到这一摊 卖的东西啊 感觉上挺熟悉的 有点像是这个竹筒饭 那我们知道这个 这个台湾有在卖竹筒饭吗 我们就忍不住了 下车啊 来看一看 究竟呢 它卖的东西啊 这竹筒饭 跟台湾的到底一不一样 那另外呢 其实啊 我们刚刚这样看了一下哦 它这个制作的方式 很奇怪 好 那你知道这个竹筒饭里面包的 大概是什么东西吗 大姐 是糯米和椰浆头 跟一点点的圆 是 就是这样简单 最简单 就椰浆 还有盐巴 对 因为我看它那个东西啊 好像是不是有包 佛力成什么叶子 有 那叫香蕉叶 它会很香 是 最主要就是提味的作用 让它的饭是比较香一点 那当然里面包的就是糯米嘛 糯米啊 那所以这像是 这是华人在卖的 还是马来人在卖的 马来人在卖的 所以平常这边啊 就是到处都有在卖这种东西 嗯 是 还是它这是有什么印景啊 要迟到这种东西 如果是要买一桶一桶的呢 就是要等马来人新年 所以平常没在卖 平常有卖的是那些档口卖 好像卖那些点心 这样子 它切片了 一块一块这样子卖 就是啊 平常的时候它是煮好了之后 它把它切一片一片的 它拿出来卖 如果是新年嘛 它们要买一两桶才够嘛 因为它们的那些孩子啊 是 媳妇啊 有回来啊 一大堆人 所以就直接就买一两桶就回去了 对 不然这样才够嘛 很好耶 其实啊 蛮好奇它味道是什么的 那不然我们点个一根来尝尝看 好吗 可以啊 好 好 大姐 所以要直接调就可以了是不是 直接调就可以了 光是接近这一区就觉得很热 那其实看这个样子呢 应该是一开始这木炭是在这 比较靠近竹筒的地方 然后煮得差不多呢 再把这木炭推过去 那现在摸这竹筒呢 都还热热的 里面都是野竹的味道 大姐 那这个可以吗 可以啊 好 那我们就选这个吧 将塞满了生米的新鲜竹筒 直接摆放到火堆旁烘烤 光是这样的场景 就让人忍不住先按个赞 若是再闻到竹子 香蕉叶 生米和火炭融合后的香气 和破开竹筒 将柱状手饭切成块的完美画面 相信电续记前面的您 也很想赖上一块吧 这就是热乎乎的竹筒饭 而且是马来士的竹筒饭 对 那其实我刚刚看到它的 就是竹筒嘛 从中间剖开 拔起来 然后先把它这一整条拿出来 一一地切开 对 切开呢 看看这个样子 捏起来呢 Q弹Q弹的 对 然后这阳光撒在这上头 就好像有很多宝石一样 那重点呢 这样能不能像什么 很像寿司 所以这个是连着这个叶子 一起吞下去吗 没有 要丢掉 要拔开是不是 拔开的 好 OK OK 这拔开了 好 那我们来吃吃看 好不好吃 很香 对啊 这样有那种 有点那个叶子的味道 有啊 叶子的味道 还有一点咸咸的味道 对 有咸味 那主要呢 都是这个 也这样的味道 对 其实我发觉 若我们呢 以这个糖代替叶巴的话 说不定更好吃 可以啊 它变成甜的 可以啊 在台湾不难见到煮筒饭 但如此生动的制作方式 许怕是很难见到咯 我们现在呢 已经来到了一个传统市场 那刚刚说真的 刚走进来的时候 闻到那个味道 挺熟悉的 因为跟在台湾的菜鸡啊 这个味道的就是一模一样 那不过我刚刚稍微看了一下 我觉得这传统市场 规模很大 对啊 不只这一层哦 我要看到还有楼上也有 对 还有 是 这里是宜宝是最大的 大巴萨 所以你们也叫做大巴萨 大巴萨 大市场 是 是买菜的西方 宜宝最大是这里的 也是最久的 也是最久的 对 像我们之前到吉隆坡 它一样 这市场也有分 像我们有去华人的夜莓市场 然后还有去马来人 他们的超级市场 他们都是分开的 这样也对了 因为各民族 他们煮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所以食材也分在不同的区块 那这样如果想要煮个马来菜 那当然可能就是到马来区 马来区什么也有 什么都有 你要什么也有 对 那我看到一个很熟悉的东西 刚刚介绍的 米大串的臭豆 而且这臭豆看起来好像挺漂亮的 是 挺漂亮的 对不对 所以看到这臭豆代表 这边就是马来区 对 马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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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这个很特别的 这里才有的 这是什么 这个是跟那个截子 截子是同一个家庭 这个可以生吃 可以生吃 那吃这个可以干嘛 对了 眼睛会亮 你有看到土著 这里的土著人没有戴眼镜呢 他们是吃这个鲜的 他们发现鲜的 那吃吃看 你们觉得眼睛变亮了 大姐 你有没有吃过 没有 吃一个看看 这咬下去的味道很深啊 眼睛变亮了 吃过来 这吃一吃 咬一咬 它有回甘的味道 回甘的味道 对啊 特别口感 好 那我们现在来到这边 最主要的就是要买这个 煮臭豆的一些相关食材 那我们现在还要买什么 还要买茄子 跟臭豆一起煮吗 没有 另外煮 我们华人煮了那个臭豆吃 我们在煮一样啊 我们会 好像我们大小便 不会有那个味道 所以我们如果吃臭豆 你说嘛 大小便会有那个臭豆的味道 但是同时吃了茄子 就可以把那个味道给 对 好像一物质一物 哇 这么神奇 那当然我们还是买来吃一吃 我们到时候上个厕所 整间屋子都臭的味道 对 很臭的 整间屋子很臭的 这样也不太好意思了 好 那我们现在跟着大姐 就逛一逛 然后要把这个 该买的东西买一来 料理过后的臭豆吃起来 到底是什么感觉 而新鲜的茄子 是否能在肠胃中 化解臭豆发酵后的恐怖味道 在印证这一切的种种之前 我们决定再吊吊观众朋友的胃口 也顺便为我自己争取一点缓冲的时间 先到著名景点三宝洞旁的一条街 采买乙保的另一项特产 23 24 25 26 27 28 这里是乙保的柚子街 那刚刚从这个第一档 数到这最后一档 一共有28档 因为之前您有跟我们分享说 这柚子是乙保真的当乙特产 对 乙保特产 因为连四季都有 其实常常也对 因为我们知道马来西亚 这每天天气都很 对 所以天天也产柚子 那我很好奇 因为我们知道在台湾那边 是中秋节才吃柚子 那我不知道说 这边中秋节是不是也吃柚子 有 也是有 我们中秋节有 还有一个是要新年的时候 晚上拜财神的时候 也是要 因为他也是一个乙头来的 厨系业嘛 厨系业 所以你们是厨系业 借财神 借财神 还有中秋节是要拜柚子 那我很好奇 那你们小朋友呢 会不会柚子吃一吃 拿来把柚子皮 戴在头上当帽子 会啊 也是会啊 会啊 他叫那些爷爷 还是爸爸他们 拨开他 给他来戴帽子 那是小时候 对 我们也是小时候 现在长大就不做这种事情了 那我很好奇 这边的柚子呢 有分几种品种 这个要问老板娘 问老板娘 老板娘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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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娘好 刚刚这样看过去 好多柚子 而且每一棵长得都很漂亮 不过长得好像也都一样 那想要请教一下 就是我们知道 怡保这边产柚子嘛 对 它大概分几种品种 两种品种 两种 两种 哪两种 一个红的 这个白的 红的是酸黏 白的是甜 白的是比较甜的 然后红色呢 是酸 甜 好 那你是不是 可以让我尝尝看 对 这是白的 白的 好 白色的 刚刚老板娘说 白色是比较甜 老板娘 柚子很甜 很甜啊 而且这白柚 它竟然只有甜味 完全没有酸味 就是我第一次吃到只有这个甜味的肉 甜味啊 对 这个酸甜的 对 真的 吃完白色 我们来好像看这个红色 酸 但是呢 酸得刚刚好 只有刚刚沿途这样数过来 我发觉你们这个就是每一档 这好像这个门号啊 都不是照顺序 上次呢 你们是一百号 然后隔壁呢 有十号 有十一号 这边有三十六号 那边还跳八百八十八号 还是我们自己放的 自己选数字哦 那为什么要自己选数字 自己喜欢放呢 好 了解了 就是让这个客人啊 如果觉得你家的好吃 他就认你们的号码就好 不用从头数到尾这样子 那这样子好 因为我刚刚吃他们柚子呢 真的是还蛮好吃的 那待会呢 要去大姐家做客嘛 那不如呢 我们带一两颗柚子 然后待会呢 吃饭 好 配柚子 红肉的柚子酸得恰到好处 白肉的柚子 取起来 甘滴蜜蜜 那料理过后的臭豆呢 买了柚子之后 我们毫不客气的 跟着大姐回家 怀抱着既期待 又怕受伤害 更担心毁了人家家中 厕所的心理 准备来品尝臭豆料理 可以闻呢 进到了钟大姐 林大哥的家里头 看看这一旁的家具橙色 坐在这 忍不住啊 就端起茶杯啊 想要喝一口功夫茶 这旁边呢 刚进来的时候啊 真的是上了一大刀 为什么呢 就摆满了这五万 那有些东西呢 真的是很难得可以看到 像这一旁的流声机 还有这古早时期的缝纫机 以及后头啊 还有一个平常只会在这种 古早电影里面 看得到的这种照相机 那一旁啊 全部都是收藏品 后来呢 刚刚跟这个大哥大姐 聊了一下才知道 原来他们夫妻两个人呢 平常就有这收藏的这个习惯 那当然有些是他们后来自己啊 去买的 有一些呢 是他们祖父辈所留下来的 而且呢 刚刚在听这个大哥大姐 他们系组他们古玩的时候 发觉 诶 每样东西啊 这背后啊 都有故事性 像是刻意我背后啊 就架子上 有一个大皮箱 这皮箱呢 是这大哥他阿公 当初呢 从中国那地方 借我海上私路 来到马来西亚 大公的时候 所带的这一纸皮箱 那另外呢 这旁边呢 还有几个 比较小一点的箱子啊 是这大哥他的妈妈 当初嫁给他爸爸的时候 所带来的嫁妆 其实听一听啊 觉得 诶 这个东西呢 真的是啊 不仅啊 是富有这段故事性啊 还有这感情啊 是在里头的 发现已经闻到味道了 不知道观众朋友 没有闻到 观众朋友当然闻不到 只有可以 我一个人闻得到 大姐现在啊 应该正在炒菜 那我到厨房里面啊 去看一看 看能不能帮帮忙 走 新鲜的虾子 和特调的辣椒酱 在油锅中倒炒 味道真的是 香到不行 在香到极点的时候 将刚剥好的臭豆倒入锅中 这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 这感觉 突然就变奇怪了 终于到了吃饭时间了 那今天啊 真的很开心哦 那个尤其啊 钟大姐 林大哥 你们今天辛苦了 竟然陪了我们 拍了一整天的外景 晒了一天的太阳 那在我旁边这位呢 就是啊 大哥大姐的女婿嘛 对不对 那同时啊 也是一位医生 今天啊 看到桌上啊 这个四道菜啊 其实我觉得感触满身的耶 就有一种啊 就回家的感觉 那大姐呢 今天帮我们准备了几道菜嘛 这个是黄瓜 嗯 好 那为什么要吃黄瓜 因为吃那个臭豆 我们用三半煮 所以它比较辣 辣了黄瓜 比较会 比较 我知道 中和那个口味嘛 对 然后吃起来感觉会比较爽口 清淡一点点 对 那当然还有炒这个青菜嘛 好 还有我们今天 最主要的主角 那也是呢 我跟这个大哥大姐 结缘的一个东西 就是臭豆 那你今天这臭豆呢 是配上这虾子嘛 不过臭豆呢 那么一定要配这个 对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茄子嘛 茄子 你们叫茄子 对 我们叫茄子 那大姐 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品尝 你煮的这个臭豆了吗 可以啊 品尝 好 那不好意思 我就吃了 吃看 先吃臭豆 香 很辣吗 嗯 整个味道煮过了 几乎还是一模一样 有啦 比较没有那么深的味道 一样啊 就是 辣味 然后带点那种苦涩的味道 然后之后呢 就吃一吃啊 就有那么一点点 回甘的感觉 挺不错的 那我 我还是吃虾子好 那观众朋友啊 如果记得呢 如果你吃了这个臭豆之后啊 不要忘了 最后还得要再吃这个茄子 就去掉它这个味道 有点像我们明天就 要离开马来西亚 回台湾 要坐飞机 那外面就消化呢 如果太好的话 真的 满飞机都一直闻到 一种奇怪的味道 好像就不太好了 各位 开动了 开动 对 丹丹姐 你这饭是加了野浆吗 对 好香哦 很棒 虽然臭的感觉不太一样 煮熟的臭豆 跟深色的臭豆 虚在嘴里 就是很臭 至于茄子 有没有发挥它玄奇的功效 这就等着您 亲自来尝叙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发生的声音 发生的声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